我妈妈是两年前中风的 那现在呢 她中风的时候情况非常的糟 那医生曾经给我们那个病危通知 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病危通知 那后来呢 她就不能讲话了 她本来还是可以 她没有中风之前呢 她是第一次中风是两年前的五月十二 那时候我们发现的时候 她是右手不能动 我们发现她用左手吃饭 所以我们就带她去看医生 那医生认为她是中风 然后我们就开始在医院做治疗 那做治疗呢 大概四个礼拜以后 她可以走路 她其实本来就可以走路 她没有说不能走 对对对 但是是比较差一点 她是坐轮椅 她平常推她出去都是坐轮椅 那我们带她去的时候呢 医生就怕她跌倒 就不让她下床 所以后来她动作就整满 后来做复健以后 我们28天出去的时候 是可以走 从靠窗边的那个两人病房的病床走到那个浴室那么远 对 那我扶健师扶着她 那后来我们就去做啊在其他的啊地方由走 其他的那个啊意愿由走 结果后来呢 他最后在第二次中风之前 那中间是一个月的时间 他可以讲话从一数到一百 而且非常清楚 可以唱英文歌 医生问他我是谁 他跟他说我是他的daughter 用英文讲 所以医生非常的惊讶 可是突然之间他就中风了 那在那当中我一直跟医生说 他的血压不稳定 但是他们没有找出来是什么问题 后来就真的中风了 然后就很 就是大概7月20几号 没有两年前 所以他从第一次到第二次中风 是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那第二次中风了以后 他就不能讲话 那也不能吃饭 不能吞咽 对对对 那第一次中风他还可以吃 他是我到外面买比较软的东西给他吃 也没有给他吃意愿的东西 我们是 就是平常的饭比较软而已 那第二次中风以后就不能吃东西了 那不能吃东西以后 我们还是试着跟他做复健 口腔复健 复健了大概一年以后 不到医院 八九个月嘛 他就可以吃饭 不是可以吃饭 可以吃一块小蛋糕 吃到三分之二 在母亲节的时候 但是后来就是去年到了十月以后 他又开始就不能吃东西了 九月十月的时候又不能吃东西 然后很萎靡 然后到一月 就是今年一月的时候 我发现他发烧三十八度 然后其实那一阵子 从九月开始 我觉得他的状况不是很好 精神一直萎靡下来 那他的血红素也从十二点八一直掉 掉到九点几 后来到一月份三十八度的时候 我就带他去住院 急诊 结果那时候出来是血红素已经八点八了 后来我们就给他换了一家养护所 那发现那家养护所说他是黑便 然后我们就开始从黑便这个地方来着手 那黑便着手就发现是他吃的抗瘾血的药物 抗瘾血的药物 是伤胃 所以那个抗瘾血药物取消了 取消了以后到大概是两个月前吧 他的这个浅血就完全好了 但是我们抗瘾血药剂就一直都没有吃到现在 那大概两三个月前吧 我去那个教学医院去询问去second opinion 他们建议我们血压要要检讨 因为他认为说这么老了你把它控制到110120 这是什么这没有太大意义 不需要跟年轻人一样 所以我就回去跟区域行这个医院讨论 结果他就减半 减半了以后还是110120 所以后来就全部取消 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吃血压药了 因为那医生告诉我说 他血压有时候低血压蛮低的 他认为说与其吃抗降血压 要把它维持到这么低的水准 他认为说低血压低很难救 那高血压还有办法 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开始就减半 后来就完全没有吃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吃也已经一个多一两个月了 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的西药呢 就只剩下好制 好制吃12mg 这样 那这个也是减半吃 那其实那个教学医院是建议 我们全部都不要吃了 但是我觉得一下子全部不吃 好像怪怪 所以我就减半 那可能再吃一段时间 也许连减半也不吃了 对对对 原来24mg 那我们就希望说 因为那个也是有副作用 西药都是有副作用 那我就希望说 我们现在是取代是用中药 那现在有用中药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 什么作用 就是医生把脉嘛 然后他觉得 你要开什么药就开什么药 我们是不懂的 那很多吗 还是中药的成本 大概七八种吧 嗯 客旁 对 那是不是最 renting 没有已经吃半年多了 对 那然后有针灸 对 嗯 也配合针灸 对对 嗯 嗯 头手脚都有 嗯 症就也是就差不多 跟中文医疾病人一起的 一起的,跟中文医疾病人一起的 有感觉有些什么进展吗? 有,进展蛮大的 那他的 在这一个月前 我们去看那个 蔡医师的时候 他发现 我们在八月份做的脑坡检查 是 清醒的时候是八 那我们大概在九月 九号八号的时候去 已经进展到十二了 那他告诉我 一般人是二十几 所以等于说清醒程度 由原来的三分之一 进步到二分之一 所以他就告诉我 他说我妈妈的脑坡非常的亮 他觉得 这个对中风比他很多的 病人都好 所以他认为我们有机会 让妈妈再跟我们沟通 因为他现在跟我们的沟通能力 他不会讲话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对 但是 你帮他推拿的时候 他不舒服他会叫的 那有时候你问他 他会点头 但是他不太会 会摇头 对对对 但是也不是每次都会有 没有办法 就是很固定 是是是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 那他跟我说 蔡医师说他有听过你的演讲 那他说 也许我们可以从你这得到一些帮助 看是怎么样可以 处理 对 嗯 嗯 我是有问过那个 区域医院的这个 复健师 他有用过沟通版 但是他告诉我 他不觉得这个沟通版 你用这么复杂的沟通版 对我妈会有什么帮助 他建议我用旧照片 给他看就就好了 他认为这个 嗯 因为他跟我妈妈已经做过 嗯 一一年多 一年以上 复健科的 复健科的老师 他是儿童的找疗啊 那些的老师 他那边有有沟通版 有用沟通版 他是这样讲 有注音的 有什么都有 对 他没有用这个方式帮我妈妈 他没有用沟通版 帮我妈妈 他现在帮我妈妈 是做口腔的复健 对 吞咽 吞咽 对 嗯 他那边有沟通版 但是他认为说 效果不大 他建议我们就是给他看旧照片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还没有 还 哎 我的 我的亲人有给他看过 对 那你看他的反应呢 嗯 他会看啊 他会看 对 那我还没有做这个 因为 我去看我妈的时间医院 嗯 我最主要使得跟我妈在一起 是帮她做身体上的 嗯 关节 这方面的复健 嗯 因为我觉得 啊 你你手脚都不行 这样的话 或者说我 我带她是比较去做复健 身体方面的 嗯 那所以你跟妈妈多久会接触一次 大概现在 每天 每天都有 对对对 那所以是从养护所带出来外面 做复健吗 对对对 他们那边没有 就是在直接 没有没有没有 是我自己 我自己帮她做复健 嗯 你想要说些什么吗 是不是 那跟她手举起来 嗯 好我们等一下 来试试看 嗯 那这养护所是才 走过来一段时间吗 嗯 我们 这是第六家养护所了 嗯 嗯 那这家养护所非常的好 嗯 我觉得全台湾找不到更好的 嗯 嗯 OK 好 那这样大概知道 好 好 那我来跟她试试看 因为我们的工具 要看一下什么 比较适合 那各有各的优缺点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 我是希望说 你给我们一条鱼 那我们自己 自己来处理 哎 我看到她在拉 拉鼻尾管 来 我要处理一下 好 都是